一个人在走上坡路的几种征兆,中二个以上,恭喜你,马上要转运了,人生在世,谁都想成为优秀的人,谁都想过上好的生活,但是往往事与愿违,真正能做到的人很少,不是能力有限,就是走错了路,以下几个征兆,说明一个人开始走上坡路,如果你也有,恭喜你离别好不远了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《大道无形》,摒弃恶习,健康生活,有人说,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,的确,你只有学会爱自己,才能更好地爱别人,处理好与自己的关系,才能处理好与世界的关系,而爱自己,就是要和过去的恶习告别,想起曾在一本书中看过的故事,一个姑娘十六岁时起酗酒成瘾,沉迷于暴饮暴食, 疯狂购物,人生迅速陷入一片黑暗,后来,她患上了肥胖症,体重达到180斤,欠债,被讨债公司四处追赶,频繁换工作,经常失去收入,幸运的事。 有一天,她在街边清扫的时候,看到报纸上有诗身人面相的介绍,这让她有了去旅行的想法,穿越一望无际的沙漠,亲眼看看壮丽的金字塔,可要完成这次远行。 她必须有一笔收入,而要挣钱存钱,就不能再酗酒,她开始用跑步代替酒精,为了管理好自己的身体,她开始改变睡眠习惯,当她开始爱自己,好运接踵而来,生活也焕然一新,她成功减肥五十斤,重新焕发活力,她重新回学校读书,后来在一家图形设计公司工作。 几年以后,她实现了去埃及的梦想,面对雄伟的金字塔时,她发现,自己因为习惯的改变,已经变得足够好,善于欣赏。 我们这一生,会与许多人相逢,有些人是你走马光花的风景,有些人是你久处不厌的欢喜。 在那些不期而遇中,藏着你上升的时机,曾世强先生说,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,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,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,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。 当你开始学会欣赏别人时,赞美别人时,你的人生也会变得越来越好,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法则,镜子法则,法则的规律是,你所面对的一切,其实,都是你内心世界在镜子里的投射。 你用怎样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,世界也会给予你相同的回馈,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,能量相似的事物。 总是会互相吸引,佛家里说,心能转悟,极同如来,这世上的一切都是以你心念转化,你用欣赏,赞美的眼光去看待别人,别人也会在你的面庞上看见神采意义,给自己独处的时间,生活在如今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, 我们很难有独处的时间,且不说每天忙不完的工作和需要照顾的家庭,就连上下班路上的嘈杂,没完没了的社交网络也会夺走本来就不多的精力,可越是这样,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就越发重要,有这样一句话,废掉一个人,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一直忙。 忙到没时间成长,独处时间是个人成长的最基本材料,没有这些材料,则巧服难为五米之吹,与自己独处,并不是给自己刷短视频或者玩游戏的时间,而是主动审视自我,归纳自我,了解自我的过程。 有些人努力,看了一会儿书,加了一次班,全世界都会知道,立下了一个目标,就一定会昭搞天下。 有些人则是不动声色地努力,充分利用闲暇时间看书,默默地考到了好几个证书。 如果你也有梦想,那一定要想办法给自己留出足够的独处时间,直面逆风。 在水上有两艘船,一艘顺水而行,一艘逆水而上,你猜,哪一艘船会走得更远?答案是后者,人生如逆旅,当你在逆风而行时,其实就是在走上坡路。 曾世强先生说,反之道之洞,所有反过来的事,都是顺风菊,豆瓣评分8.9的小说,没有菊子,来颗柠檬吧,里面讲述了一个悲惨女孩逆风翻盘的故事。 主人翁乔丽,在公路桥下的纸盒里长大,才17岁,就做了两个孩子的妈妈。 为了照顾两个孩子,她不得不中途休学,又因为顶撞老板被开除,从而失去了生活来源。 生活不断雪上加霜,乔丽的人生,看似已经走向末路,但她却在这一刻,从绝望里爬了出来。 她在社工的帮助下重返校园,一边为孩子奔波,一边见缝插针地完成课业,后来她成功毕业,勤恳与努力为她创造了商机,人生从此走上顺风菊,人生无常,福获相依,当你失之东余,毅然能够收之丧余。 如果生活没有给你香甜的橘子,只给你一颗柠檬,你应当学会将它调制成一杯柠檬水,而不是只顾抱怨它的苦涩,学会直面逆风,接受低谷,你也能以拔酒之姿。 姚柱东风来至,对混日子感到焦虑,有危机感,很多时候,比处于危险中更可怕的状态是什么呢? 是不知道自己处于危险之中,很多人之所以没有走在上坡的路上,是因为觉得在平地上待着就挺好的,没必要费力地向上走。 这也直接造成了有些人处于混日子的状态,心安理得的蹉跎时光。 经常有读者问我,我现在很焦虑,怎么办? 我觉得,有焦虑并非完全是一件坏事,这可能是一个人正在变好的一大迹象,真正优秀的人,或者说,那些以后会越来越好的人。 往往都是带着焦虑感在活着,前两天和一个开店的朋友聊天,他说自己最近比较焦虑,店里的生意已经连续两个月下滑了,其实他的那家店生意挺不错的,每月的利润稳稳的,只不过这两个月稍微下降了一点,有些人之所以能一直保持优秀,一直保持着向上走,就是因为他们有危机感。 一个人越懂得未雨绸缪,居安思危,往往执行力也就越强,也越容易跳出舒适圈,放弃存量,推翻重来。 这里讲的存量,意思是抱着自己的成绩不放,在舒适区待着。 吃老本,谁不想抱着自己打下来的天下好好享受呢? 谁愿意成天折腾自己呢? 折腾是冒险,冒险就是打破常规,舒适不在,可一直待在舒适区,也意味着原地踏步, 没有创新,接下来的命运,可能就是被时代淘汰,曾听过这样一句话,从头来过不是否定,是敢放下。 最难放下的还不是名利,不是习惯的生活方式,而是思维模式。 冲浪的人都知道,一个人在海平面上待久了,想要再冲上浪头,就必须放弃存量,在浪底积蓄能量,冲浪如此,人生更是如此。 很多人敢于在事业高峰期时,离开习惯舒适的工作,华丽转身,投入一份新的事业,说起来华丽,其实过程非常痛苦,但他们愿意从头再来,接受这份挑战。 走上坡路这么累,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呢?因为走上坡路,是自我拉扯和攀缘的过程,是我们与命运较量的唯一机会,不要自怨自艺。 还没开始,就像生活缴械投降,人生没有白走的上坡路,每一步都算数,它会让你站得更高,看得更远,爱自己的身体。 一个人只有学会爱自己,才有能力去爱别人。 我们常常能做到,叮嘱别人,早睡早起,三餐规律,坚持运动,可到了自己身上,继续熬夜,暴饮暴食,原地不动,生活的不良习惯。 最终让我们的身体,处在亚健康状态,甚至垮掉,命运赠送的礼物,早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 年轻时候,对身体的放肆无度,到老的时候,往往会后悔莫及,人生匆匆几十年,很多人似乎一辈子都在追逐理想,名利,财富一路奔忙,却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。 然而,过度的消耗,便注定会受到惩罚,我们总觉得人生很长。 今天挥霍完还有明天,殊不知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,我们能做的,就是尽早病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,养成健康的饮食作息,读书运动,早睡早起,合理饮食,规律生活。 当你开始变得自律,你会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,生活会焕然一新,只有爱惜身体,才能享受以后的人生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